好的 再问一下哪一支东京的军事观众员毛峰啊 已经在东京掌握了情报 这一次的台海危机当中呢 日本的角色好像事无实际上还有 而且呢在日本GTA起飞了美军战机 包括日本的玉井GTA起飞了 日本在当天到底扮演什么样电子甚至作战的角色 这一次呢确实是对于日本 特别是驻民美军来说 都是有惊无险 那么根据我了解到 当时呢为了确保 就是2号晚上 那个佩洛西能够抵达台湾 所以呢当时的冲绳的 驻入美军的加首纳基地 出动了8架那个战机 进行护航 同时呢也出动了5架KC135加油机 作为后援 那么防止一旦有事的话 那么可以对这些战机 进行补给加油 那么另外呢 事实上日本冲绳的第五航空团 也做好了紧急起飞的那么一种准备 那同时呢 驻冲绳的还有美军的特战司令部 那么这一些全部启动以后呢 特别是高度加强了通过卫星等各种手段的 增测 那么从当时反映的一些资讯情况来看 那么中国战机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动静 所以呢 整个一个行程应该说呢 还是 谢谢大家